我是洪飞 我现在在河南的商丘 我这几天我发现在商丘有很多这样的小三轮车 你们看一看 这种像小汽车那样的三车 其实我在安徽博州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这样的车 但是我没注意 但是我刚刚就是坐公交的时候 我发现真的深刻 好多好多这样的小三轮 多不多 不知道这种小三轮贵不贵 有人告诉我好像也不便宜呢 好像也得万八千的 看吧 这个跟博州不一样的 博州的它是全包的 就刚刚我看到的那种 然后这个商丘的小三轮都是这种 然后它有这个帘子 就是你可以安装这种小门帘 就感觉像个小汽车样的 哇 这在我们那边是不可能看到的 因为不允许 你看它安那个这个小门帘 就跟小汽车样的 好可爱吧 这后面还可以装东西 这里还有 哇 都跟小汽车样的 啊 这个是四轮的 这个是四轮 四轮的 公柜 你看三轮 还按牌照的呢 是正规的 这好像是这边特色 你看这里还有 刚刚那个就是下班期 哇 满大街这样的小三轮 小鸟牌了 看吧 好多辆了 它这个能接小孩 能坐好几个人 你看 这里还有 真的太多了 哎 你们 你们会 就是 选择这种车吗 或者你希望你们城市有这种车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